YO 大家 我們今天來到輪耀台灣 台南站的兩日賽的第一天 那我們現在呢 人在龍魂 龍魂 龍騎文恆店 龍騎文恆店的會場 然後待會今天是第一天的賽事 也就是新玉門關 然後從這邊出發 預計要完成是79公里的賽事距離 然後爬升大概是900多公尺 那明天第二天的賽事 相對來講會比今天在 我覺得難度多了一倍左右 因為爬升直接從900變1700 而且距離也多了大概7公里 所以非常有挑戰 但是今天天氣啊 沒有想像的這麼熱的台南 因為今天整個起大霧 所以天氣其實是滿涼爽的 那待會我們已經 準備到了我們出發時間 現在是58分 待會我們7點10分就準備放行 所以我們待會陸續 往我們的起點前進 GOGO 3-2-8-3-5-0-3-3-4-8-3-4-4-1-1-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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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Griffin 才剛出發 Pike 才剛出發 我已經是釣車夥伴 後面已經完全沒有人 剛剛那段啊幾乎都是大逆風 然後我們現在右切了 現在右切到慢車道 應該會稍微好騎一點 因為剛剛那邊車超多 然後我剛剛已經一度爆心跳到190了 真的是長度很高啊 還好紅燈讓我休息一下 集團馬上就不見了 現在才15公里而已 我們剛剛的15公里 大概均瓦是騎了150瓦 看起來好像還好 可是下坡剛剛時速都到50幾左右 但是現在下坡是 Jerk 只要上來前面呢 滑速從剛剛後面本來可能160 150 上來跌變230 現在已經20公里了 目前期間33分鐘 現在品質瓦數 在後面一點大概都只有110 120 但心跳還是很高 因為剛頂功頂太久了有點喘 楊哲睿 現在是讓你吃苦 當著吃薄 最好喝的苦茶 在補給讓你浮得滿滿的 我先看看 是不是真的很苦 這邊的路線一直 起起伏伏耶 其實都秋林地 一個上坡又接一個下坡 又上坡又下坡 很像台山線的路線 現在上坡的狀況 就是大家 出去之後 各自努力各提各的 然後到下坡 才又匯集在一起 下坡下高了 喔 倒吻 他們最恐怖的 沒有水了 又來一罐 好苦喔 走囉 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 沒有 我要水 我要水 掰掰 是我啦 是我今天苦茶的啦 你看啦 我天不風低鎖啦 我沒有路空頭而已啦 哈哈哈 啊 抵達終點 好我們已經完成比賽 我剛剛的成績啊 騎了應該是 啊算了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去領完賽物資 我記得他這次的獎牌是 就是可以組成一個圓形 第一站新玉門關 輪到台灣 挑戰我可以裝幾個 耶我們領了 超級多完賽物資耶 這次的獎牌蠻特別的 我記得看他官網是寫說 如果你參加完所有系列站 可以組成一個圓形 而且上面最後一站有一個特殊符號 所以我們繼續收集 明天就會有第二面 耶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成績 今天總共原本表定是79公里 但我們其實距離蠻標準的啊 我們是騎了78公里 然後騎乘時間是2小時24分 我原本其實預計自己 大概會騎到兩個半小時 因為我覺得路線看起來有一點 上上下下 而且沒有打算騎很快 然後剛剛的平均 時速是32 最快有到63公里 然後哇我的功率有點破紀錄了 我們剛剛的NP是178瓦 所以其實已經算是我的80到90%了 我覺得真的強度有點高 然後今天的最大瓦數 竟然來到了1000瓦 1035耶 好久沒騎到破千瓦的這個瓦數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騎出來 但是那個瞬間真的是滿大的 然後最大心跳也到187 好啦數據不重要 重點是我剛才騎乘過程啊 前面一開始是跟著主集團 就是我們那組的主集團 但是大概騎到10公里左右 我就跟不上了 主集團速度超快 然後接下來我就跟兩三個人 一直成為一個小集團 然後互相輪車啊這樣載 但後面真的是爆掉 因為今天的路線啊 完全是從頭到尾在上坡下滑 上坡下滑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的距離 然後有幾段稍微比較長的 長下坡可能有一公里到兩公里 但其他時間大概就是 上坡500公尺 又開始下坡500公尺 然後持續這樣 所以真的是 我覺得滿有挑戰的 因為你的腳啊 完全就是來不及恢復 你又要繼續踩上坡 所以在幾次這個上坡之後 我就跟這個集團 越來越脫節 然後騎到後面啊 我完全被女生第一集團 就直接追上 所以他們真的超快 就是選手 然後他們追上之後 那時候其實滿尷尬的 我們騎到一段 真的是很危險 我不知道有沒有錄到 那個當下是我們騎機 然後突然有一個阿伯 開貨車突然衝出來 然後所有人突然是這樣 就是天女戰花一樣耶 真的是差點撞車 那騎超快的 前面那些選手 差一點就沒命了 因為那時候速度其實滿快的 還好就是阿伯急殺 然後大家也閃過 不然真的超級危險 然後到後面就真的 那時候呢 我就自己向後單飛 完全看不到他們的車尾燈 就這樣順順的騎回來 但到最後 我覺得最崩潰的是 最後兩公里 幾乎是持續上坡 所以其實 總而言之 就是 新宇門關這場賽事 我覺得 它是滿有挑戰的 因為從頭到尾就是 秋林地上上下下 那如果 你想要參加這場賽事 該怎麼準備 我建議啦 可以多去騎台三線路線 因為它就是持續在 上坡下滑 上坡下滑 我覺得或許 會對於你參加這場賽事 會比較有幫助 我這個騎到比賽好像變這樣 一直鬆 然後我剛好 看到這附近 就是有這個站 我們先來維修一下 不然我怕我回去 完全忘記 就是這個會掉在路上 因為這螺絲掉很麻煩 它就是 特定了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這是應該很少人知道的資訊 就是其實從現在啊 在很多高鐵站 或是台鐵的車站 都設有像這樣的自行車維修裝 然後你可以下載一個APP 叫做 Fung Bike Magi 那這個軟體打開之後啊 它就會告訴你 你附近的維修裝 然後在哪裡 然後你可以去哪裡做使用 像我現在就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全台的維修裝 就會有這麼多 可以使用 那這些維修裝啊 裡面其實包括的器材超級多 我剛剛這樣隨便一把拉出來 你要把你的車全部拆成 就是所有東西拆開來 我看這邊是基本上都有了啦 挖胎棒啊 然後板手啊 一堆六角啊 十字起子 真的是 我覺得很一應俱全 然後甚至如果你真的沒有氣 不知道去哪裡打氣 像我們常常可能搭高鐵到外線是比賽 你也可以直接來這個維修裝來做使用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打完氣 它後面這邊還有一個氣壓表 你就可以看到你現在的氣壓多少 然後打完再回到飯店 真的是非常方便 對於一些外線是 或是你平常出去到一個 你不一定是你居住地點的時候 如果你需要大量的維修器材 但我們常常比賽或是出去騎車 都是週末 不一定有車店都會開的情況下 其實有這個維修裝 真的還蠻方便的 所以推薦給大家 可以下來這個APP去嘗試一下 或許你在某一天真的會有用到它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真的很方便的選擇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這支影片真的非常豐富 分享了很多關於我們賽事資訊之外 我覺得這也是推薦給大家一個 非常實用的一個小妙招 好啦 比賽完畢 我們就回台北去 掰掰 欸 你給我過來 你剛剛幹嘛補充那個什麼 苦茶欸 我剛剛不是跟你要水嗎 你給我苦茶 跟我喝一個差點嗆到 我那一段原本就是跟得很好 呼吸節奏都百分 然後喝完苦茶我直接噴吐 我們下禮拜不用來了 我們下禮拜不用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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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